做哪些改變 那一部上面其實看到很多這個數字啊 這數字代表什麼 這不是樂透號嗎 但是對提光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數字 第一個 從2007年第一代的提光開始呢 我們全球銷售累計已經超過600萬塔 這一位的每35秒就有一台提光下限 而提光在歐洲而言 它是銷售第一的修辱車 那這是國外的表現 那對於台灣市場呢 其實台灣市場它表現也是非常好 我們這一代的提光從2016年上市以來 它做了很多這個 我們所謂休旅車ASUV幾具的一個標杆 譬如說它是第一台將ACC作為標配的車子 當時有很多創新的科技 像是數位移調啊 三驅恆溫 當時甚至連當時就有這個CarPlay 感應尾門等等 那經過了一些時間呢 我們也不等人 不等日系車趕上我們 我們就提供更棒的一些 IQ Drive更完整的智能加持輔助系統 那同時間我們的資訊娛樂系統 也更新到一些鏡面設計啊 手勢控制等等 到了2021年 新提光 那我們繼續要在這個集聚中樹立一個新標杆 因為我們要導入更多更棒的科技 比如像是等下會提到的這個 LED的MATRIX矩陣式頭燈 無線的CarPlay 第三輪MV3還有Triple Assist 這個IQ Drive的一個功能 好 那這台車為什麼國外 全球 台灣都銷售這麼好呢 那它是一台全方位的車 一台好的收旅程可以給你一個全方位的滿足 那首先呢 Nutiguan這一次的改款 它其實有很多的改款中間 它的外觀設計 它還有數位化內裝 數位化內裝 然後測試了一個進化 整個在底盤在引擎上面 有很大的一個進步 同時間它繼續保持我們這個人靈體光 它一些駕馭的樂趣 安全同樣的也有做很多的改變 在外觀的部分呢 相信大家一看就知道這個車頭有改變嘛 它變成一個更家族化的設計 同時它變得更流線 它圖片上面的這一張呢 它是一個R-Line的車型 那各位今天要試駕的是這個280TSI Elegance的車型 所以上面這一張呢 其實我們樓下 剛剛大家坐車子一到這個飯店門口 我們有擺了一台380的R-Line 那我覺得各位等一下出發前 不妨就先去趁白天的時候 拍一拍這台車的外觀 拍一拍這台車的內裝 因為380R-Line的車子的一些配置呢 跟今天要試駕還是有些區分 而今天要試駕的280TSI Elegance 那我相信大家手上都有這個規配表 都有看到 那我們在車子上面呢 左下角我們在售服 有提供了一個Premium套件 就是車頭一些鍍鉻啊 下面的下腦有的一些銀色示板 車尾鍍鉻的 我們用一個很超值的價格 3萬塊給消費者做一個選配 那今天的試駕車輛 我們有裝了這個車頭部分的一些套件 去給大家做一個展示 好剛剛講到這一次的改款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IQ-Line智慧燈組 那IQ-Line其實對浮世而言 它就是一個高科技高階頭燈的一個概念 它可以是頭燈 同時它也可以是尾燈 所以我們頭燈來講的話 除了有遠清光的頭燈之外呢 這一次更打入的LD-MATRICS 矩陣式頭燈 在高階車型上面的尾燈呢 它是一個尋黑 然後有一些動畫的顯示 同時它的轉向指示 也是一個流水燈的設計 好 那在矩陣式頭燈 其實這個矩陣式頭燈 大家 我相信各位媒體朋友應該都不默奢 它都是從這種豪華車廠 不論是雙臂啊 不論是我們的姐妹品牌奧迪 從這邊先來 那TGUANG上面 LD-MATRICS對我們而言 是不是在台灣第一台 有導入這個矩陣式頭燈的車型 那同時這個車型 在這個局局中 也是非常罕見 可以看到這個配置 那它同樣的有多模式的照明 這個會根據你的一些 行車的環境啊 你的車速 你的轉彎的角度 甚至你駕駛的模式 去做一些光型變化的調整 好 這邊就是比較細的一些技術細節 跟大家就是介紹一下這個矩陣式頭燈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TGUANG的車頭燈 左右兩邊概念是原本是有兩個LED的光源 右邊這邊是一般的這種LED遠近光的燈組 左邊這個LED的燈組呢 遠近光呢 裡面有一個矩陣式的模組 就像右下角這個示意圖一樣 上面有一顆一顆的就是多光束的24顆 這個LED的發光元件 那這麼一顆都可以被獨立控制 意思說它可以提供更精確的照明 更亮的亮度 那我就問原廠說 那到底跟之前的這個高階的LED頭燈 跟上一代的TGUANG頭燈插在哪邊呢 他說從這些矩陣式的科技之外 它的亮度增加了15% 所以其實用對消費者而言是更好的一個照明設計 那同時間它還有像是其他功能 像是AFS啊 全連後照明燈 這是已經沒有看到霧燈 現在都是用全連後照明 然後集合了一個轉角輔助燈 那同樣在能力提供上面可以看到 矩陣式頭燈它提供了多種模式的照明 那我們就它在市區 一般行駛的時候它有很多種模式 市區鄉村高速公路 那以市區來講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中間的部分呢 好像一個矩形 其實它是一格一格的矩陣的一個概念 那亮的部分是矩陣式頭燈 在各種模式下會打出去的一個示意圖 以市區模式來講 因為我們行車速度其實是比較慢 約會在40公里左右而已 所以它主要是提供駕駛一個比較舒適的燈光 那同樣的兩邊的轉角輔助燈 它會給予一個適中的亮度 去提供一個更寬廣的照明 但是到了鄉村模式 因為我們離開市區 那可能在晚上的時候呢 車子也不是太多 你需要更額外的照明 所以除了原本的區域之外呢 可以看到左邊的部分 它其實左邊的區域 它其實有亮 去提供一個額外的照明 提供更多的一個安全性 在高速公路的模式情況下 因為在高速公路的車速比較快 你需要比較更遠的一個照明範圍 所以頭燈它會藉由燈主裡面的馬達 往上提升一些角度 以提供更遠的一個照明 那在這個模式下 因為你駕駛者需要鑽住前方的一個路況 所以它在左前方的區域就不會亮 所以原則這樣 市區鄉村高速 這是一些比較基本的模式 那還有其他的模式 像是遠光燈的模式 比如說我現在在高速公路上 我在夜晚 我要求一個最遠 最大的一個照明 那就是打到遠光燈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遠光燈模式下 它的投射範圍 會比剛剛這個高速公路更遠 所以可以看到中間這個矩陣是 等於是矩陣的光速都亮起來 那亮起來呢 可以看到中間的部分 有一些綠色 它其實是加號 它代表的意思是 我在遠光燈模式下 我的矩陣光速打出去之後 那在中間區域它會更亮 因為這個每一顆都可以被獨立控制 等於是在這個情況下 它可以遠光燈模式下 提供最遠 最亮的一個照明 AFS 那大家都很熟悉 原本這個AFS的作動原理 就是你原本的 之前的車子 AFS就是你頭燈轉 整個頭燈一起跟著轉 但是在矩陣式上面 它的AFS是藉由矩陣式的光速 去做亮左邊 亮右邊 看你轉向角度去達成 所以意思是說 我轉彎 但是我在車外其實看不到頭燈在轉 是裡面的光速在動 它是藉由這個狀態去達成AFS的功能 在DLA的部分呢 DLA這邊 會是高階車型以上才有 就是330 380按R的車型才有 但是這個功能 如果有這個功能就是 你會藉由前面的 我們車子擋空坡裡面的攝影機 去判斷前方或是對向來車 那如果有車的話 部分的光速可以被做遮光 去避免對向來車 或是前方車輛去做一個炫光的干擾行為 那同樣的遇到的交通耗質 它也會減少亮度 以免這個交通耗質反光所產生的一些炫光 所以以上的這個 矩正式頭燈亮度呢 頭燈的一個說明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全車型 不同的車型 它有搭配不同的頭燈 最左邊 這個 是我們的入門車型 過去我們入門車型 都是爐素燈泡 那在Lenuti光上面 已經是全車型 都是LED頭燈 中間部分 直接升級到LED Match 矩正式頭燈 也就是大家今天試駕的280TS Elegance 會是這個頭燈配置 除了原本左邊的LED光源之外 它多了矩正式光源 它多了全面後照明燈 它也多了整個AFS的動態照明 那在其他的高階車型 像是380 330 甚至R上面呢 多了BLA的這個動態頭燈的自動切換 那同時它的方向燈 也是流水燈的一個形式 好 講到這個iQ Lite的 燈組外觀的科技之後呢 那當然要跳到內裝 內裝也其實有蠻多的一些革新 那主要是 不是未來走向都是一直是數位的科技 所以內裝它其實非常有數位化的一個感受 比如說數位儀表大家非常不陌生 那中間呢 我們9.2吋的MI-V3也是這次改款新增的 同時搭配原廠的中文導航 意思說你的數位儀表中間可以寫一些導航的資訊 那還有一些像是USB Type-C的更新 那它在提光上面也可以去看到 那MI-V3呢 我覺得這蠻大的一個變動就是 除了那些導航 除了客製化的功能 像這個其實在我們的Arteon上面 其實就已經有看到 那在U提光上面的這套系統 是一樣的 所以它有很多客製化的選擇 無線連接 甚至我們提供的這個 除了Android之外呢 Apple CarPlay也是無線連接的一個方式 那在這個ASV的集聚中 其實非常非常少的休旅車 有提供Wireless Apple CarPlay的功能 所以在U提光上面 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配備 其他像是一些比較舒適的進化呢 比如說三伏式的方向盤 它做了一個比較運動化的變形 那在R-Line的車型上面 它的方向盤是一個觸控式的設計 那另外 U提光全車系的空調都是三區 而且是用觸控的模組 這非常有科技感 同時另外有些車型有搭載 在氣氛燈 今天大家試駕車型上面 也有三式的氣氛燈 可以做選擇 那還有其他像是 Harmor CarPlay的音響啊 甚至後座人的起觸控控 它其實還是有一些電子的面板 可以去做控制 等於是數位化 不管是這種數位的座倉 不管是舒適的 NUTE光都有考慮到 同時一台修旅車 它其實還是要有很多的空間機能嘛 所以這個行李箱呢 基本容積就已經615公升 如果後座打平可以創造出1655公升的水準 那行李箱是一個雙層式的隔板設計 所以你可以擴充超過615公升的大小 那今天試駕的時候 待會兒樓下停車場旁邊 還是有一些行李箱可以借用 如果這個貴妹女朋友需要的話 可以跟我們黃國社這個同事 去做一個借用的動作 那在後座其實還有424的分離 那同時它後座是可以前後滑移 那電動尾門 這個感應式電動尾門 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那同時在部分車型上面 頭頂都有一個雙大型的置物盒在頭上 所以the duty ground 一個空間的運用 尤其是休旅車的家族 我覺得都可以滿足很多家庭的需要 講到動力呢 這次的the duty ground 動力有一個很大的核心 就是它全都是EVO的引擎 那EVO對服飾也就是一個進化的概念 EVO這三個字 所以不管是280動力 不管是330動力 不管是380動力 全都是EVO引擎 那在280上面 EA21EVO 這些可以簡單 應該不我們不陌生 我們已經可以從之前改款的T-ROCK上面可以看到 那在動力部分 跟原本的之前 前一年式的150PR扭力 25.5公斤米的扭力 其實數據不一樣 都一樣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是油耗 它搭配這個變速箱 一個奇數DSG 加上節能科技的OPF和ACT 切禮缸修齒技術 所以它的油耗其實可以進步更大 進步的高達14% 那在330部分 EA888這一顆我們粉絲集團的一代名氣 它已經進化到EVO4 所以動力上 流力上都有一些成長 在380部分 EA888的引擎 最多245匹的動力 這個動力其實就等於是GTI的一個動力 所以它的動力已經是 算是 性能上面已經非常非常猛 那行李咖這些數據啊 0到100加速啊 甚至急速等等 你大概以這個急速來講 修理車 如果你是買一個日系的修理車 很少會看到 0到100公里加速 9.2秒 大分日系車的 一般的動力都是超過10秒鐘 那急速通常日系車不會超過200 還好都是180左右 所以可以知道 即使我是280的動力 就已經可以滿足一些 這個消費者的需要同時 又展現一些得意的造車工藝 好 EA888的EVO4 那既然是一代名機嘛 所以它不需要去做一個 從頭到尾的改變 它是基於這個EA888圈3的引擎 再做一些進化 再做一些節能的動作 那有哪些改變呢 一大的部分來講就是 因為它渦輪本質 它是有做一個更新 同時取消原本這個雙噴射的系統 現在都是鋼鋰匙 那再加上 因為它現在是由OPFG 控制這個代表化物的排放 等於是更環保 那噴射壓力 從原本的258到358 所以例如說物化更完整 那這個燃油效率更高 所以EA888EVO4 也更環保 更猛的動力 在能力提供上面 都給消費者更棒的駕馭體驗 好那在R的部分呢 我相信大家就是 我們之前發的新聞表 已經有看到這台車 所以有一些很猛的動力 比如說320匹馬力 0到140.9秒的加速 它就是一個重機性能的SUV 那在這邊呢 就是跟大家賣個關子 因為未來更多的R 有很多一些黑科技 一些底盤的科技等等 那在未來10月中下旬 甚至未來之後的一個R的試駕 會有更詳細的一些 技術上的一些訊息 再分享給大家 好所以這台車 既然其實我們發現 買Nutiguan的車主 他很享受這個假日樂趣 有這種德國的底盤 MQB的底盤 所以MQB模組化底盤 包含部分車型 有動態磁體轉向輔助系統 加DCC 4Motion 可以給駕駛者 這個非常好的架控的這種 要以控制的一些駕駛體驗 好IQ Drive 在這台車上面 其實也是有很大的進化 這台車基本上 該有的福斯 目前最先進的 IQ Drive的智能駕駛配置 都已經裝上去了 比如說像是這種Frog Assist 車前通裝預警 Travel Assist 這次是一個 等於是新的 新的一個系統的設置 等下會說明 那這套系統 含了ACC 含了車道維持 含了這個主動式的 車道修正輔助系統 他把這個三個系統 合而為 叫做Travel Assist 自衛車證穿梭系統 那在這次的改款 車道維持及偏移的部分 方向盤多了一個震動功能 其他的部分 像是主動成員防護 包含了前方與後方 也在人體光上面可以看到 那右邊這部分 大家相信應該都不謀生 像是盲點 RTA 這個後方車流 很像的警示 然後還有煞車 MCB的二次碰撞預警 環警 多了一個3D的 畫面的輔助功能 還有其他像是自動停車 皮膠駕駛 Emergency Assist 都是在人體光上面 等於是 福斯集團目前 可以提供最先進的 IQ Drive配置 都在人體光上面看到 剛剛講到的Travel Assist 一鍵整合 等於是 ACC與相關的車道 輔助功能 他做一個一鍵整合的動作 等於是一鍵其中 Level 2的加持 的這種科技 一個快時限的概念 等於提供給消費者 更舒適的體驗 所以你在ACC代替的情況下 你按下這個方向盤上面 有一個看起來像是 這種行車輔助的鈕 按下去之後 他就啟動ACC 這樣啟動車道輔助 啟動車道 這個至終的功能 按下去之後 儀表他會寫說 智慧車震傳輸用 下時把你啟動 所以這個東西是 人體光帶來的一個 更方便的一個配置 好 那全車系 如同我們其他福斯的車子 不管是T-Cross 從比較入門的Polo 甚至到最愛貴人的Artea 上面都有全車系 四年新車品質 保護還有我們也有 長里程的彈性保養 低光上面照樣可以看得到 好 那這次車型呢 相信大家已經不陌生 我們上禮拜 有發了這個 預售的一個新聞稿 所以從入門的車型 280 TSI的Live等級 其實配備就不馬虎咯 我們有ACC的這個配置 有這個MIV3 有無線的CarPlay 那甚至這個頭震LED 包括還有最新的這個EA21E的EVO引擎 都在入門車型上面 但是280 TSI Elegance 我們裝了更多的一些配置 也就是大家今天要試駕到的這個車型 多了這個舉正式頭震LED Matrix 那儀錶變成縮影錶 MI-V3 然後PE 再加上最完整的IQ-Drive 智能駕駛輔助系統 再加上環境 所以相信280 TSI的這些配置呢 已經滿足現在台灣 這個大部分駕駛 駕駛或大部分消費者 對車子用車的一個需求 如果消費者想要更就是更猛的動力 那當然就可以升級到 330的Elegance Premium 4Motion 加上DOA的切換 加上HUD等等 更好要配備 到了380呢 更猛動力 GTI引擎動力 R-Line的這個內外觀的套件 黑化的一個車底棚的設計 還有觸控方向盤 阿曼卡的音響 天窗都在380上面可以看到 也就是我們擺在門口的這一台 我記得就是很多配置 因為今天大家試駕是280的TSI Elegance 但是有一些比較好好配備 在380 也就是我們門口這一台都可以去做一些拍攝 那當然還有在網上走 就是有中級性能修律的R 所以這個價格大家也都有看到 那280的部分呢 我們直接就是公佈一個正式售價 從1098起 到了今天要試駕這個280 Elegance 1298的一個正式價格 到了330以上 價格分別是1538 380是1808 R的價格 預售是2058 所以相信這個價格跟之前相比 當然我們多了一個R車型 就是基本上 尤其是280部分 我們是完全是沒有做漲價 甚至在280街要試駕主力車型 我們定價就是原本定價之外 跟之前年式一樣 1298 但是多了這些配備的升級 多了引擎 多了這個舉動式頭燈 多了這個大螢幕 多了導航 多了無線car play 甚至還有一些右邊很多 這些豪華的配備 所以這其實跟之前的這個年式相比 配備升級已經超過10萬元 所以其實台灣消費者 還算是蠻幸福 那當然這個 我們的定價一直在 跟德國售價相比 其實是台灣的消費者非常幸福 那這台車我過去做過就是 如果是德國同樣的動力 同樣的配置 在這個德國官網上 configurator 這樣弄一弄 這台車要1588 所以其實台灣消費者 已經買到比德國的售價還低 那為什麼不寫出來呢 是怕原廠看到 他在賣太平 所以這台車 是非常有競爭力 好 所以 回到這個總結 不管你是怎麼樣一個消費者 如果你是一個 對於車子的動力 要求一個不錯的動力 不錯的底盤 那同時間 你有空間的需求 你有在家人的需求 安全配置 但其實280 就非常非常適合這群的 SUV的消費者 這群買家 那如果你需要更猛的一個 這個家運體驗 更好的動力 那我覺得330380 它更多的這個車子的動力 更多的一個配置 在330380上面可以看到 那如果你是一個 非常終極的熱血分子 那你非常熱血 喜歡這個終極的性能 喜歡熱愛 超 超價樂趣 需要被看到這個 尤其是R上面 很多一些藍色的 專屬的設置呢 R就是很適合你 所以不論你是怎麼樣的一個消費者 不論你的用車的需求是什麼 總有一台提光是適合你 好這個是為什麼 Tiguan它是一個全方位的車型 它有一個全新的設計 有一個這個全新的引擎動力 更多的高科技配備 同時呢 它還是提供每個家庭 非常這個實用的空間的一個運用 所以Nutiguan它就是全方位的滿足消費者 購物車的一個用車的需求 好那以上就是我這個產品介紹的部分 對